本席今天要利用這個國事論壇 在此很慎重地 也很慎重地 懇求我們蔡英文總統 跟蘇貞昌院長 武漢昨天已經解除封城了 這些滯留在武漢的台灣同胞 他們已經被隔離了近80天 也已經做了相關的病毒相關的測試 所以他們的身體健康應該是無餘的 那現在滯留在這些武漢的同胞們 很多基本起所瞭解 很多包括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 有已經兩個月沒有做產檢的高齡產婦 還有母親已經過世 在今年3月3號過世 但是因為現在政府還沒有談好再一次的包機 所以沒有辦法回家奔傷的兒子 這個 蔡英文總統昨天有說 這個台灣是反對任何形勢的歧視 那在上一次的類包機裡頭 這些比較弱勢的同胞們 因為可能身體比較虛弱 沒有辦法千里跋涉的 配合著我們的政府到上海去搭乘這個包機 那既然現今武漢已經封城 那這些滯留在武漢的台灣同胞 也口口聲聲的說 他們回來後一定會跟遵照政府這種 不管是隔離檢疫或是集中隔離各種方式 那我在這裡再次的肯求 蘇貞昌院長 請用您的仁慈心想一想 如果您也是當事人 如果或者您是當事人的家屬 沒有辦法 有小孩子沒有辦法回來練書 有人沒有辦法回來產檢 有人沒有辦法回來奔上 在我們現在面臨全球都是疫情嚴重期的情況下 我們也讓是歐美回來的這些同胞可以自由 可以正常的回來 回來後大家一樣做嚴格的檢疫 一樣嚴格的隔離 那今天我們國家 號稱一個自由民主的這個中華民國 還對這些同胞做註記 我想很多人還不一定很了解 這個註記就是不允許他們自由的返回國門 不允許他們自由的入境 本席在這裡再次懇求 蔡英文總統再次懇求我們蘇貞昌院長 即便我們跟中國的政府有再多的不相往來 有再多的沒有辦法談成 畢竟這些滯留在海外的同胞是我們的果人 請不要再用政治方面 或者把他們當做人質的這些籌碼來考量 儘快的如果沒有辦法 我們當然也希望趕快談成包機 如果沒有辦法 那就盡快的解除他們的註記 真正達到蔡總統所說的 沒有人可以受到歧視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